2010年2月12日,江西老汉林关荣突发脑血栓。 弥留之际,他将儿子林上水叫到身边, 嘱咐他等自己死后便将自己做钢。 做钢指的是用一口陶钢来存放死者的遗体, 再用木炭、石灰、香料等除石防腐的东西填满钢体, 之后将钢子密封鞍藏。 林关荣死后,林上水按照他的遗嘱将他做成了木乃衣,供奉在家中。 林关荣1925年10月,出生在江西上饶的一个农民家庭。 长大后,他和祖辈们一样,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。 不过,林关荣居住的小山村在灵山脚下。 灵山是江西颇有影响力的宗教名山,也是著名的佛家圣地。 山上有天心寺、石城寺、白云寺等众多寺庙, 佛教氛围十分浓厚。 虽然并没有出家,但林关荣闲暇时经常去附近的灵山庙, 与僧人们一起打坐修行,诵读经书,几乎成了寺庙的边外人员。 平时做农活之际,林关荣也经常去寺庙里做义工, 他还总是将微薄的收入拿出一部分来,贡献给寺庙的功德香。 后来,林关荣娶妻生子,为儿子取名为林上水,有上善若水之意。 在父亲的影响下,林上水自幼便接触到了不少佛家文化, 长大后也成了一名佛教徒。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林关荣的身上发生了一件怪事。 某一天开始,他突然对婚事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, 看都看不得,只能吃素。 每次吃饭,他总是避着大家,自己一个人吃。 据林上水回忆,当时家里锅照餐具有两套, 其中一套专门给父亲用,一直用到林中。 后来,林关荣干脆带上大米和素材到附近的寺庙里, 和僧人们一起吃饭。 从灵山脚下到山上的寺庙有两公里的山路, 非常崎岖陡脚。 下雨天,路上一片泥泞,更是寸步难行。 当地有不少年事已高的信徒, 由于山路不好走,无法上山礼佛。 于是,林关荣便萌生了修一条路的想法。 不过,当时的农村还比较贫穷, 林关荣只能靠自己一个人的人力来修路。 他将附近的花岗岩凿下来, 再一块块背上山,铺设在路面上。 经过多年的努力, 林关荣修成了一条足足有两千多个台阶的路, 从山下直达山上。 自此,村民们上山礼佛, 僧人们下山都方便了许多。 凭借着修路的善举, 林关荣也赢得了当地人的一致好评, 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善人。 深入接触到佛家文化后, 林关荣了解到了钢葬这一安葬方式。 钢葬有做钢、封钢、开钢三个步骤。 林关荣对生死之事一直非常在意, 他决定死后要钢葬。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 林关荣便一直挺住儿子, 在自己死后不要用棺木, 要做钢。 这一决定, 无疑让全家人感到震惊, 而当时林上水也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。 2000年2月12日, 75岁的林关荣突发脑血栓。 在医院治疗的20多天里, 他一直一言不发, 病情眼看着便越来越严重了。 后来, 他突然开口说了话, 将儿子林上水叫到身边, 要他为自己做好做钢的准备。 这时, 林上水才明白, 父亲所说的话并非细言。 他回忆道, 当时, 我觉得20多天不说话的父亲, 竟又开口说话, 很不可思议。 心想, 也许这就是留遗嘱的时刻了, 我只有按照遗嘱去做。 为了让父亲能无憾而终, 林上水赶紧托人找起了陶钢。 林关荣的身材高大, 要找到能容纳他身体的钢并不容易。 后来, 经过一番辛苦寻找, 林上水找来了当地最大的一个陶钢, 和一个匹配的小钢。 这样, 两个钢便可以扣在一起, 方便密封。 看到儿子为自己张罗起了钢脏的后事, 林关荣十分满意。 3月12日, 他安详地闭上了双眼。 林关荣去世后, 林上水马上就准备为其钢脏。 不过, 他的举动受到了不少村民的反对。 在当地人看来, 人讲究入土为安, 死后还折腾, 无疑是不合规矩的。 就连林关荣生前常去的林山庙的僧人, 也表示了反对。 不过, 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, 林上水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, 坚持给父亲钢脏。 他请来了工匠, 按照民间的习俗, 将兽衣和一张小木凳放在了大缸的底部, 之后将林关荣的遗体抱进了缸内, 让其坐在小木凳上, 双手搭在两个膝盖上。 之后, 便是最重要的防腐工作了。 在入缸前, 林上水将父亲的遗体仔细擦拭过, 又用石灰涂抹了几遍, 然后他从亲戚家拿来了一筐质量比较好的木炭, 并用黄纸包着精致的石灰粉一起放进了缸里, 将缸子添得满满当当。 最后, 他们将小缸倒扣在大缸上, 并用铜油与石灰搅拌而成的酱火, 糊住两个缸的接口住, 保证缸内的完全密封。 全部处理完之后, 林上水将装着父亲遗体的缸, 放置在了自家菜园内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。 按照林关荣生前的说法, 他死后要封存一千天, 等待肉身佛的出现。 之后, 再将陶光打开, 换成塑像, 供奉在家里。 等待了三年之久后, 林上水准备为父亲开缸了。 开缸当日, 全村村民都来围观这一千载难逢的场面。 开缸前, 林上水的心里也很忐忑, 不知道父亲的遗体是否已经腐坏。 之前他就听人说过, 若是做缸不成功, 遗体将会腐烂成白骨。 在全村人的见证下, 他打开了陶缸。 然而,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, 缸子里的东西都完好如初。 林关荣的遗体端坐在大缸中, 除了臀部没有干透以外, 其余地方都成了完完全全的木乃仪。 相比于入缸时, 他的遗体仅仅是变黑了一些, 并无其他变化。 林上水见状也放下了心, 还花重金请来了工匠, 为父亲重塑金身。 他们将林关荣的遗体从缸中取出, 再抹上厚厚的石膏蜜蜂, 塑成了一具石膏真身像, 还给塑像穿上了衣服。 后来, 林上水听说塑像容易被盗, 便又用章目做了一个稍小的附身像。 他将两座塑像都放在家里二楼的客厅里, 并将陶缸放到了另一个房间, 方便家人供奉。 林上水为父亲重塑金身一事传开后, 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 有的人认为林关荣塑成金身是好事, 而更多的人则是持反对态度。 毕竟, 虽然肛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, 但在现实生活中选择此种安葬方式的人却是少之又少。 当地的不少人都在私下里议论林上水不孝, 不让父亲入土为安。 对此, 林上水显得很无奈。 据他介绍, 肛脏的开支极大, 也很花费精力。 若不是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, 他是不可能如此大费周折的。 林关荣去世时, 医疗、丧葬费用就花了两万多元。 而且做钢、塑像等步骤也要花不少钱, 还要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。 塑像之后还要经常打扫卫生, 给塑像做保养。 其中的花费要远远超过火花的费用。 由于事情越传越邪乎, 林上水不得不站出来向村民们澄清。 为此,他还特意请人跟大家解释钢脏的来由, 并以林关荣生前修路等善举来劝说大家, 最终才是流言平息。 不过, 虽然不再指指点点, 但村民们对林家从此便敬而远之了。 从那之后, 大家每次经过林家时, 都不免心惊胆战, 更不敢上门拜访。 从前交友广泛的林家, 一下子便门庭撩落了。 尽管不被人理解, 但林上水仍坚持在家供奉塑像, 每个月都会给父亲上香。 截止到今年, 林关荣的遗体一直停放在林家的二楼, 至今仍未有亲戚赶上门拜访。 对于林上水的举动, 人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 有人说他是孝子, 也有人认为他不孝, 究竟如何没有定论。 林上水曾在采访中回忆到, 父亲去世第三天, 举行坐钢仪式时, 他发现父亲的身体是软绵绵的。 一般而言, 人死后遗体都会僵硬, 而父亲却恰恰相反, 很容易便能抱紧缸里。 而且, 在气候炎热的江西, 父亲的遗体未经复杂的处理, 在常温状态下都能保持多年不符。 不过, 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 有记者就此事采访了相关的专家, 专家表示, 人死后的确会有一段时间身体僵硬, 不过一般都是在24小时左右, 遗体存放超过48小时就会变软, 因此, 林关荣做钢时身体是软的, 完全是正常现象。 而林关荣的肉身不符, 则要归功于淋上水按照他的遗嘱, 进行了完备的防腐措施。 在林关荣做钢的钢内, 放满了石灰和木炭。 这两种物质都可以吸收水分, 防止腐烂, 石灰还有着杀菌的功效。 而且, 用于风口的铜油, 也可以防腐防住。 再加上, 储存遗体用的是陶钢, 比一般的棺木密封性更好, 保持遗体不符也并非难事。